好,接下來我們來講解一下有關於歌詞的輸入 那看看這邊,這邊有一個T,按下去之後 就會產生這樣子的 這個輸入歌詞的部分,那我們按了一個藍色之後 就會出現這一個 歌詞的編輯,你按下去之後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裡 就會跑出 這個就會跑出這樣子的一個 那你這個他每一個音 這個主要的是每一個音 他就會對 一個歌詞 比如說八兩四,那就對應一個歌詞 假設這個 這個 這個,這一個歌詞它是兩個音的 那他就會對應 那你就要給他兩條線 比如說杯 飛來的飛,飛加的五兩的 兩個斜線 這樣子 然後這個 按照你的歌詞 你可以先打開這個時候 假設你原本 他一剛開始 假設是新的打開的時候 他會都是一個 你有幾個音,他就有幾個 這一個 橫斜線 然後這個橫斜線 就是代表 你總共有多少個音 比如說這個形 我們看到這個形 這個形的時候他本身就是表示說這個形 那包括他的空格 零拍什麼後面 總共就是有五個音 照這樣子下去製作你的 歌詞 這樣就可以 那假設 你是 要再增加第二步的話 那你就在歌詞打開之後 然後 把它拿上來 好 聲部 假設你這個 音樂是有兩個聲部 假設你現在歌詞你要有兩項 那你就要 第二個 那一樣他是 依照他的這個聲音 然後就是有空格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打 那我們現在先打一個 也是打一個 被 我們打一個白 找錯了 白 你看白就出來了 然後 假設 白把它控兩格 花 你看 白 控 白就是兩個音 花 就是一個音 好 好 這樣子就是 新的歌詞就這樣下去了 然後這樣就是第2 第2行 好 歌詞的部分 我們就先 暫時 介紹到這邊 謝謝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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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